夏日的阳光透过窗帘,在卧室里洒下一片金黄。 陆深坐在床边,手里捧着一个就盒子, 目光落在一张泛黄的饭卡充值单上。 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停滞,思绪翩然而至, 带他回到了十三年前的大学时光。 明天就是他和未婚妻孙宇的婚礼了, 可是陆深此刻的心却飘向了那个早已远去的身影——苏英。 他轻轻叹了口气,将充值单放回盒子,合上盖子。 窗外,蝉鸣声此起彼伏,仿佛在诉说着夏日的故事叮咚, 手机突然响起,打断了陆深的回忆。 事发小王号发来的消息,老陆,明天就是你的大日子了, 准备得怎么样?要不要哥们来帮忙? 陆深微笑着回复,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好了。 你明天准时来就行。 放下手机,陆深的目光又不自觉地落在那个旧盒子上。 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再次打开了它。 那张范卡充值单静静地躺在那里,上面的日期显示是2011年9月15日,13年了呀, 陆深喃喃自语。 时光倒流,回到2011年的金秋9月。 南方大学的校园里,金贵飘香,新生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些许忐忑,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 陆深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个内向的男生,他常常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流。 直到那天在图书馆,他遇见了苏英。 苏英是班上公认的才女,不仅学习优秀,还多才多艺。 那天,他正在自习室里奋笔集书,长发如铺,垂在耳边。 陆深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椅子,慌忙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地陆深结结巴巴地说。 苏英抬起头,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没关系,你是我们班的陆深吧? 我是苏英,很高兴认识你。 就是这个微笑,点亮了陆深平淡的大学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陆深对苏英的关注越来越多。 他发现苏英虽然才华横溢,但家境并不富裕。 有时候,他会看到苏英在食堂里只买最便宜的饭菜。 一天,陆深无意中听到苏英和室友的对话。 英英,你怎么又只吃馒头和咸菜啊? 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是由小婷关切地说。 苏英笑了笑,没事的,我这不是在减肥吗? 再说了,这样也能省点钱。 陆深听到这里,心里一阵纠痛。 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苏英,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经过一番思考,陆深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决定偷偷为苏英的饭卡充值。 第一次充值的时候,陆深紧张地手心冒汗。 他生怕被人发现,甚至编造了一个借口,这是我妹妹的饭卡。 他忘记充值了,陆深对收银员说,声音略显颤抖。 收银员并没有多想,很快就完成了充值。 从那天起,陆深开始了他的秘密行动。 每个月,他都会悄悄地为苏英的饭卡充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陆深发现自己越来越享受这种默默付出的感觉。 每次看到苏英在食堂里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 他的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 有一天,苏英在图书馆遇到了陆深。 陆深,我今天要谢谢你,苏英突然说。 陆深的心跳漏了一拍,以为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了。 谢,谢我什么? 他结结巴巴地问,谢谢你借给我的笔记。 真的帮了我很多,苏英笑着说。 陆深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有些失落,不用谢, 应该的他轻声回答。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眼即逝,陆深也帮苏英冲了快四年的饭卡。 毕业季来临,校园里弥漫着离别的气息。 陆深站在宿舍楼下,看着来来往往的同学们,心里五味杂陈。 他知道自己该向苏英坦白了, 但每次鼓起勇气,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毕业典礼那天,苏英穿着学士服, 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陆深,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苏英问道,我要回家乡接手家里的企业。 你呢? 陆深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我准备去北京工作,苏英的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 陆深,这四年来,谢谢你的帮助。 我们保持联系哦。 陆深点点头,心里却知道, 他们的人生轨迹从此分开了。 毕业后,陆深回到了家乡, 开始接手家族企业。 繁忙的工作让他几乎没有时间思念过去, 但偶尔的夜深人静, 他还是会想起苏英。 通过社交媒体, 陆深偶尔能看到苏英的近况。 他在北京闯出了一番天地, 成为了一家知名公司的高管。 每次看到苏英的笑脸, 陆深都会感到一丝欣慰, 又有一丝莫名的失落。 时光飞逝,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在家人的催促下, 陆深开始相亲。 很快, 他遇到了温柔贤淑的孙宇, 两人相处融洽, 很快订了婚。 然而, 在订婚宴上, 当陆深戴上戒指的那一刻, 他却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 婚礼如期而至。 教堂里装饰的金碧辉煌, 宾客们陆续到场。 陆深站在镜子前, 整理着自己的领结, 脑海中却不断闪现着过去的片段。 突然, 他在镜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陆深猛地转身,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苏英, 他惊讶地喊出声。 站在教堂门口的苏英, 微笑着向他走来。 还是那么美, 只是眼神中多了几分沧桑, 好久不见。 陆深, 祝你新婚快乐。 苏英轻声说。 陆深觉得自己的心跳快要停止了。 他有太多的话想说, 却不知从何说起。 趁着宾客们还在陆续到场, 陆深拉着苏英来到了教堂后的小花园。 你怎么会来? 陆深终于开口, 声音有些颤抖。 苏英微笑着说, 我收到了你的婚礼请柬。 虽然很意外, 但我还是决定来祝福你。 陆深愣住了。 他并没有给苏英发请柬。 这一定是父母或朋友做的。 苏英, 我陆深欲言又止。 苏英轻轻摇头, 陆深, 不用说什么。 我来, 是想亲眼看看你幸福的样子。 就在这时, 新娘孙宇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陆深, 你在哪里? 仪式要开始了。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 但陆深的心却不在现场。 他机械地完成着每一个流程, 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寻找苏英的身影。 我愿意, 当陆深说出这句话时, 他感到一阵恍惚。 孙宇察觉到了陆深的异样, 轻声问道, 深, 你还好吗? 陆深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我没事, 可能是有点紧张。 婚礼结束后的晚宴上, 陆深终于找到机会再次与苏英交谈。 苏英, 我有话要对你说, 陆深鼓起勇气说。 苏英看着他,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陆深,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知道什么? 陆深惊讶地问, 知道是你一直在帮我充饭卡。 苏英轻声说, 我一直在等你亲口告诉我, 但你从未说过。 陆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十三年的秘密就这样被揭开了。 在婚宴的角落里, 苏英向陆深倾诉了她的心声, 那时候, 我总是疑惑为什么我的饭卡总有钱。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你偷偷在食堂的充值机前操作, 苏英的眼中泛起泪光, 我本想当面感谢你, 但看到你那么努力地想要隐藏, 我就决定尊重你的选择。 陆深感到喉咙发紧,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从未提起过。 苏英苦笑道, 我在等你主动告诉我, 我以为, 也许有一天你会向我表白, 但直到毕业, 你都没有开口。 陆深低下头, 心中充满了懊悔和自责。 就在这时, 孙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陆深, 原来你在这里。 孙宇走近时, 看到陆深和苏英的表情, 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他强忍着内心的不安, 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吗? 陆深看着孙宇纯真的眼神, 又看了看苏英复杂的表情, 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于, 我有些事情需要和你坦白, 陆深深吸一口气, 决定诚实面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陆深向孙宇讲述了他和苏英的过往。 孙宇静静地听着, 眼中的泪水在不断积聚, 所以, 你现在的心里还有他吗? 孙宇最后问道, 声音有些颤抖。 陆深看着孙宇, 又看了看苏英, 陷入了沉思。 经过一夜的思考, 陆深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找到了孙宇和苏英, 于, 谢谢你的理解和包容, 陆深握住孙宇的手。 苏英是我过去的一部分, 但你是我的现在和未来。 我爱你, 我选择和你共度余生。 孙宇泪眼婆娑, 紧紧抱住了陆深。 苏英看着这一幕, 露出了释然的微笑, 祝福你们。 陆深, 谢谢你曾经的付出。 我想, 我们都该向前看了。 婚礼后的日子里, 陆深和孙宇的感情 越来越深厚。 他们一起克服困难, 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而苏英也开始了新的人生。 她回到北京, 专注于事业, 同时也开始尝试新的感情。 多年后的一天, 陆深收到了一封邮件。 是苏英发来的, 里面附着一张照片, 是她和一个男士的合影。 陆深凝视着屏幕上苏英和王明的合影, 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欣慰的微笑。 照片中的苏英比起婚礼那天更加光彩照人, 眼中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她身旁的王明是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士, 正温柔地搂着苏英的肩膀。 她叫王明, 是我在一次公益活动中认识的苏英在邮件中写道。 她是一位心理学教授, 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深, 谢谢你当年的成全。 现在的我,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看完邮件, 陆深轻轻地输了一口气, 仿佛多年来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她转身看向在厨房忙碌的孙语, 内心涌起一股暖流。 语, 我来帮你陆深走进厨房, 从背后轻轻抱住了孙语。 孙语转过身, 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容, 怎么了? 突然这么温柔。 陆深注视着妻子的眼睛, 轻声说道, 没什么, 就是突然觉得, 有你在身边真好。 孙语俏皮地眨了眨眼, 就算我们已经结婚十年了, 你还是这么会说甜言蜜语啊? 就在这时, 一个稚嫩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爸爸, 妈妈, 我饿了。 陆深和孙语相视一笑, 一起走向客厅。 他们的儿子小语正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本童话书, 来吧, 小馋猫, 陆深一把抱起儿子, 我们一起去看看妈妈做了什么好吃的。 晚餐时分,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坐在餐桌旁。 陆深看着眼前的画面, 心中充满了感恩。 他想起了大学时代的自己, 那个为了暗恋的女孩默默付出的青涩少年, 想起了婚礼当天的忐忑和纠结, 也想起了这些年来和孙语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 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途, 有起起落落, 有阴晴圆缺。 重要的不是你错过了谁, 而是你最终与谁相守。 陆深明白, 他的选择没有错, 因为此刻的幸福是如此真实而珍贵。 饭后, 陆深坐在书房里, 决定给苏英回一封邮件。 英, 很高兴收到你的消息。 看到你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我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 王教授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 祝福你们。 回想起过去, 我们都为彼此付出过, 也都有过遗憾。 但正是这些经历, 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 我和宇, 还有我们的儿子小宇, 生活得很幸福。 希望有机会的话, 我们两家人可以一起聚聚。 住好, 陆深, 发完邮件, 陆深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他站起身, 走到窗前。 夜空中, 繁星点点, 如同散落在黑丝绒上的钻石。 陆深想起了大学时代的那个夜晚, 他第一次偷偷为苏英充值范卡时的忐忑和期待。 岁月如歌, 青春如诗。 那些年少时的热烈感情, 终究化作了岁月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美丽而短暂。 但他们也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成为了珍贵的回忆。 陆深轻轻关上窗户, 转身走出书房。 客厅里, 孙宇正在辅导小宇写作业。 温馨的灯光下, 这幅画面温暖而美好。 陆深悄悄走过去, 在孙宇的额头上轻轻一吻, 我爱你们。 孙宇抬头, 抱以温柔的微笑, 我们也爱你。 小宇也跟着喊道, 我也爱爸爸。 在这一刻, 陆深感受到了生命中最纯粹的幸福。 她明白, 无论过去如何, 眼前的这份幸福才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 窗外, 月光如水, 洒在这个幸福的小家庭身上。 时光静好, 岁月静好。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港湾。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断崖式分手。 二十七岁那年, 家里开始催我结婚。 我断崖式和舔了三年的男朋友分手, 开始回老家相亲。 朋友问我, 你那么喜欢鹿燕, 真能放得下? 我痴笑, 我又不傻, 他那种谈恋爱玩玩玩还行, 真要跟他结婚我不得糟心一辈子。 旁边却突然传来阴沉又熟悉的声音。 哦, 这就是你甩了我的理由吗? 拖着行李回家时, 我正撞见一个女生开门往外走。 一件宽松的黑毛衣露出精致锁骨, 下衣消失的穿搭, 踩着EYSL的酒杯跟高跟鞋。 我认出这是鹿燕乐队的被厮守, 好像是叫鹿城, 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长得很漂亮。 我下意识停在走廊门后没出去。 过了一会儿, 鹿燕穿着一条牛仔裤从他身后走出来, 懒洋洋地倚着墙点了一根烟。 他上半身没穿衣服, 侧腹漂亮的鲨鱼鸡还在往下滴着水。 片刻后, 他随手把一个香奈儿手提包扔过去。 拿着。 鹿城眼前一亮, 转身扑到鹿燕身上尖叫。 啊, 我喜欢这个包好久了, 你哪儿来的? 上次去香港顺便烧的。 我真的好喜欢, 谢谢宝贝。 鹿城还想磨叽, 鹿燕却有些不耐烦了, 微微皱眉。 行了, 赶紧走吧。 女孩子从他身上下来, 半是称怒, 半是撒娇, 真够狠心的, 刚才还叫人家宝贝, 现在说赶我走, 就赶我走。 他也不恼, 美滋滋背着包, 朝鹿燕飞了个吻, 走了呀, 明天见。 他走后, 我从走廊门后走出来, 鹿燕似乎也没想到, 我会突然回来, 愣了一下, 但神情立马恢复了自然, 怎么回来, 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看了他一会儿, 太晚了, 我怕打电话, 影响你休息。 鹿燕井间暧昧的红痕还很新鲜, 却丝毫没心虚, 一把烂过我, 带我进屋。 饿了, 弄点吃的吧。 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 就好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见我半天没动弹, 拧没道, 怎么了? 随后他似乎恍然, 眉眼间浮起一个懒洋洋的笑, 想我了。 他起身过来, 从身后抱住我, 带着热意的呼吸, 在我脖梗间暧昧盘旋, 手从我衣服下摆里慢慢探尽。 那就先吃你, 再吃饭。 他常年弹吉他, 指尖带着粗利的茧, 擦过肌肤时, 带着刺刺的疼和痒。 我闭了闭眼, 疲惫地拉开了他。 我是挺喜欢鹿燕的身体的, 当初追他, 也主要是看上了他这副好皮像。 但是或许是刚结束了长途飞行, 又或许是因为刚才那个女人, 我现在只觉得疲惫, 一点心情都没有。 鹿燕鲜少, 被我拒绝, 一愣后面色微沉。 怎么了? 我低头, 看到了地毯上黑色的一团, 那是一条被撕扯得不成样子的丝袜。 鹿燕很显然也看到了那条丝袜, 他择了一声, 表情变得有些难看。 客厅里陷入沉默的胶灼, 他从烟盒抽出一支点上, 薄荷爆珠被咬碎时发出清脆的声音。 他租的房子到期, 没地儿住了, 我才收留了他一晚。 我们没什么。 我看着鹿燕, 焦慧的视线被白烟隔开, 我们看不清彼此的表情。 可两个人心里都清楚, 这个理由是多么别角。 这不是鹿燕第一次劈腿, 他大概是天生的浪荡子, 当初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那时候, 闺蜜要带我去看一个 颇有名气的摇滚乐队演出, 说主唱帅惨了, 跳很难弄到。 我对摇滚没什么兴趣, 一直兴致缺缺。 直到鹿燕上场, 他低着头拨弄手里的吉他, 额尖黑发没打发焦, 懒懒散散的发丝 浮过白皙的额头, 偶尔露出薄薄的粉色眼皮。 他是在场穿得最普通的一个, 只是简单的黑T和牛仔裤, 却瞬间就成了人群的焦点。 那张脸就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他先演, 迷离的灯光映进那双琥珀式的瞳孔里, 带着似有若无的笑。 那是我第一次去看乐队演出, 带我去的闺蜜和台下的姑娘们都叫疯了, 尖叫声几乎要冲破屋顶。 视线扫过混闹的人群, 我们的目光刹那对视, 很快他又一开。 那天晚上的歌唱得很好听, 可我什么都没听清。 因为那一刻, 万籁俱寂, 我只听到自己轰鸣的心跳。 下了台, 无数姑娘永去后台去要联系方式, 我也在其中。 母胎单身二十三年, 那大概是我做得最勇敢的一件事了。 鹿燕来者不惧, 当天去要微信的姑娘们一个个都扫了二维码, 包括我。 一年后, 各路追她的狂风浪蝶都败下阵来, 只有我还在一直坚持, 不知道是出于同情或是感动还是什么, 鹿燕默许了我和她的关系, 我成了她女朋友, 一直到现在。 可我知道, 在一起这几年, 鹿燕其实从来都没真正喜欢过我。 或者说她也喜欢我, 喜欢我的懂事, 大度, 从不计较。 她劈腿被我发现了很多次, 但每次只要她给我一个 还算过得去的借口, 我都会原谅她。 她曾经说过很多次 我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跟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对她好而已。 她也开玩笑说过 等哪天她找着真爱了, 就会甩了我。 这些年, 我们的关系之所以还能维系, 只是靠我一个人的委屈求全而已。 你答应过我, 不会再劈腿了。 我声音滴滴地, 看着地上那条残破的巴黎世家自母丝袜。 鹿燕眼底闪过一丝机窍, 丝毫没有要哄我的意思。 说着玩的你也信。 她勾起嘴角凑近我, 把带着薄荷气的烟雾 喷在我脸上, 眉眼间是全然的恶劣, 受不了啊。 受不了, 你可以分手啊。 这种话她之前 对我说过无数次, 每次的结局 都是我抱着她, 求她别走。 时间久了, 她也学会了拿捏我的办法, 她知道当她说出这句话时, 我就没了办法。 我偏过头, 我累了, 先去休息了。 鹿燕一把握住我的手腕, 她眉骨很高, 面无表情的时候 总带着一种破人的压力。 周念, 差不多就行了。 我正开她的手, 进了屋。 没多久, 屋外就传来震天响的摔门声。 鹿燕走了, 她生气了, 我知道。 毕竟我们俩之间 我总是哄着她, 舔着她, 还从来都没像 现在这样 给她甩过脸子。 我翻过身, 打开手机。 家庭群里, 我妈发了一条 爱特我的微信。 之前妈从来都没催过你, 不过你今年都二十七了。 也差不多该想想结婚的事儿了吧。 妈妈同事儿子条件不错, 我看了长得也顺眼, 这次假期你要不就回来见见? 再打开领导的微信。 小周, 分公司现在正式缺人的时候, 以你的能力一直当个部门副经理, 其实屈才了。 你有没有兴趣去分公司当个经理? 刚开始开拓业务肯定难一些, 你自己把握。 我妈叫我回家相亲, 公司刚新开了分公司, 就在我老家的城市。 天时地利人和, 我好像确实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我叹了口气, 其实我真挺喜欢鹿燕的。 他长得够帅, 身材够好, 我俩在床上也足够契合。 最重要的是, 他够渣。 和他在一起很轻松, 因为我不用想着对他负责, 也不用考虑我们两个人的未来。 我刚上班那时候累得晕头转向, 很想找个人发泄一下压力, 但偏偏自己长得也就一般, 却是个死严控, 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何心意的, 直到我遇到鹿燕。 他最好的这几年都跟我在一起, 在我为了事业担惊劣的时候, 用肉体疏解了我不少压力。 而且虽然他男女关系不清不楚, 但他这方面还算注意, 和他在一起之前, 我就听说和他找的女人 都要出示三天之内的体检证明。 我都有做好措施, 也不怕得病。 以后再要找一个这么可心的男人, 恐怕就难了。 那也没办法, 谈恋爱是一码事, 结婚安定下来就是另一码事了。 我很喜欢鹿燕,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 他不是良配。 现在, 到我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鹿燕一夜没回来, 之后的几天他都没出现在我面前, 我给他发的消息, 打的电话他通通不接, 再发就只有一个红色感叹号, 他把我拉黑了, 熟练地冷暴力。 以前也有几次这样的时候, 鹿燕最擅长冷战, 每次我都得低声下气, 哄好久他才会给我个好脸色。 只不过这次, 我忙着做工作交接, 没时间哄他了。 晚上, 我正在买回老家的机票, 手机突然响了, 是鹿燕朋友打来的? 电话那边很嘈杂, 男男女女笑闹不停, 音乐声隔着手机都让我觉得吵。 念姐, 鹿哥喝多了, 你来接他一下吧。 鹿燕很喜欢泡巴, 他家里有钱, 乐队不过是他的爱好而已, 他不靠这个挣钱。 我之前问过他, 为什么不继承家业? 他冷笑着说为了家里那点钱, 他爸那几个私生子人, 脑子都快打成狗脑子了, 他不愿意去争那点肉骨头。 反正他爷爷的家产和他妈的都会留给他, 他不差钱, 这辈子就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就行。 鹿燕似乎丝毫没有事业心, 在这方面, 我俩没有任何共同话题。 每次我在公司拿下了什么项目, 升了什么职, 和他说他总表现得很不感兴趣。 他曾经不懈地说为了每个月那点钱, 累死累活, 有什么意思, 还不够他一晚上在酒吧开酒的钱。 我知道, 我们从骨子里就不是一类人, 除了身体契合,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话题。 我不关心他的灵魂, 我只是喜欢他的身体。 他无视我的内心, 不过是习惯于我的懂事。 也挺好, 这样分开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难过。 我想了想说好, 放下电话, 我看向窗外。 夜里的城市看起来比白天似乎更辉煌一些, 万家灯火车水马龙, 各种灯光交织在一起, 演出了天上所有星星的光芒。 我看了一眼机票, 后天上午八点, 我叹了口气, 其实我还不想这么快分手, 我和陆燕在床上真的很合拍, 这几天换公司压力还挺大的, 我本来还想和他打个分手炮的。 我扎扎嘴, 觉得有点可惜, 不过既然机会来了, 那也没办法了。 到酒吧的时候, 陆燕正被一群女孩子围着。 环飞燕瘦, 什么样的都有, 共同的特点就是都长得很漂亮, 农妆也掩盖不住脸上充足的胶原蛋白, 一看年纪都不大。 也怨不得女孩子喜欢他, 陆燕家里有钱, 出手大方, 长得又帅, 花心在他身上, 好像都成了一种增添魅力的优点。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想起陆燕之前嫌弃我的话, 你都二十七了, 该去做脸就做脸, 好好捣吃捣吃行不行。 怪不得他嫌弃我, 原来身边都是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我什么都没说, 站在人群外, 视线和陆燕相接, 他却好像没看见我一样, 很快一开视线, 路程满脸涂红, 整个人紧紧贴在他身上, 声音黏腻, 陆哥, 再喝一杯呀。 陆燕笑了, 灯光下, 他眼角飞挑, 漂亮极了, 却又一丝温度都没有。 这么喝多没意思, 不如你喂我。 怎么喂? 陆燕不渝, 只是垂眸看他。 半秒钟后, 陆成明白过来, 他眼底闪过一丝惊喜, 仰头把杯里焦糖色的威士忌 一饮而尽。 随后陆燕猛地勾住他的下巴, 狠狠吻了上去。 他的吻没有一丝温柔, 似乎全然是在发泄情绪, 陆成仰头承受着, 眼角由于缺氧, 逐渐湿润。 两人唇角处酒夜一出, 在灯光下散发着迷离的色彩, 直到许久分开后, 才拉出一根长长的银丝。 周围气氛瞬间炸了锅, 大家都在尖叫起哄。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他是在惩罚我。 惩罚我那天, 跟他甩脸子, 事后也没有及时哄他。 直到我走到陆燕面前, 所有人这才看见了我, 逐渐安静下来。 陆燕抬头, 面色淡淡, 你来干嘛? 我看着这张脸, 恍惚想起之前耳鬓撕磨的日子。 情到农时, 我们也是说过爱的。 难受吗? 好像是有点。 可是有多难受, 似乎也称不上, 毕竟我早就知道陆燕是这样的人。 花心, 永无止境地追求刺激, 不懂拒绝。 自私, 大概是从小被人捧惯了, 永远以自我为中心, 不考虑别人感受。 我颤抖着声音道, 陆燕, 你太过分了。 陆燕抬头看着我, 分明她在坐着, 我在站着, 我却感觉她的姿态 好像是在俯视我。 她还是那种淡淡的表情, 带着轻蔑的笑。 过分? 你可以分手啊, 谁也没拦着你。 我一言不发, 只是看着她。 我数不清, 这是她多少次 用分手威胁我了。 五十次? 还是一百次? 旁边有朋友 也觉得她做得过了。 毕竟这些年, 我怎么对忧她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对她小声道, 陆哥, 别跟嫂子生气了, 你看嫂子都要哭了。 事实上, 我确实哭了。 演戏就要演全套, 那滴眼泪落在地上的时候, 我清楚地看见陆燕神色一变, 她夹着烟的手指一动, 然而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看着我。 下一秒, 我轻声道, 好啊, 陆燕, 那就分手吧。 陆燕面色一瞬间变得极难看, 有那么一刻, 我几乎都以为她要抱起了。 然而她却不怒反笑, 只是那笑怎么看, 怎么像是咬着牙。 牛逼啊周念, 行, 只不过我这个人从来不吃回头草, 到时候你别在他妈跟狗一样求我就行。 好, 我点头, 擦干眼角的泪, 然后扭头离开, 没有再回头看她一眼。 当晚陆燕没回来, 我连夜删除了陆燕的联系方式和有关她的一切, 收拾好了行李。 第二天一早, 坐上了回老家最早的一班飞机。 飞机飞越云层时, 我拔掉了手机卡, 扔进垃圾纸袋里。 我没再和陆燕联系, 在朋友圈发了几条深夜阴谋文案, 打造好了受伤人设后, 就干脆利索地把她忘到脑后了。 回老家的生活按部就班, 我很快适应了新公司的业务, 也跟爸妈安排的男人见了面。 对面二十八岁就已经有秃头趋势的程序男, 还在喋喋不休。 我觉得女性婚后还是应该以家庭为主。 我的意思是, 婚后你就不要再工作了, 事业心不要那么重, 好好照顾家, 每个成功的男性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女人。 她巴拉巴拉地说, 我微笑着看着手里的咖啡杯, 想着千万要忍住, 不要把它扣到这头死猪头上。 好不容易等她说完, 她腻着我, 我刚才说的你听清楚了吗? 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维持笑容, 没了, 不过王先生, 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很合适, 不然还是不要再接触了。 然后, 在她叙叙叨叨女人, 过了二十五就不值钱了, 挑什么, 老女人之类的话里, 转身离开。 回老家这么多天了, 我妈也给我介绍了不少对象, 其实其中也不乏一些条件不错的。 然而, 曾经沧海南没水, 和鹿燕那种极品触过之后,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这种苦难了。 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上班开会, 所有人都早早来了, 沉默地围着会议桌, 气氛严肃。 我悄悄问旁边的副总, 这怎么了? 公司出事了? 副总凑到我耳边, 老董事长儿子空降来了, 听说好像是先拿咱们分工私链练手, 后续就要接手整个集团了。 这个小顾总听说是哈佛的, 毕业了在高盛待过几年, 后来自己出来做金融, 一夜之间就挣了十几个亿, 要不是老董事长这些年 一直威逼利诱, 他也不会回来, 真正的狠人, 跟他说话千万要小心。 不一会儿,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走进来, 他身上披着一件黑色羊毛大衣, 在进办公室的那一刻, 身后的人恭敬地接过他的大衣, 皮鞋声停住。 我抬起头来, 不仅是我, 一瞬间所有人的视线都被攫取在他身上。 第一眼被镇住的, 是这个男人身上的气场。 那是一种久居上尉, 习惯了掌控的气场, 他分明也没什么盛气凌人的神态, 可在场所有人, 包括我, 都有一种忍不住要低头不敢和他对视的感觉。 第二眼才看清他极清亮的眼, 一头黑发用发胶梳到脑后, 露出鹰挺的眉骨。 自然听说董事长夫人是个法国人, 金发碧眼的优雅和东方美学的气韵 在他身上完美结合, 典型的西方古像, 东方皮像。 这人长得很好看, 和陆燕不相上下, 只是因为气场太盛, 让人第一眼注意不到他的模样了。 抱歉, 飞机晚点, 我迟到了。 他先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然后坐到上手, 开门见山道, 我叫顾胜, 以后我就是公司总经理, 之前我已经看了公司的基本资料 和财务报表, 现在从副总开始, 每个人都把近一年的工作成果 和手头正在处理的工作 对我进行一个基本汇报。 负责人一个个战战兢兢起来汇报, 小顾总果然如同传言中所说是个精英, 点出了每一个试图糊弄他的点。 我不喜欢这种含糊的说辞, 也不喜欢被人糊弄, 我希望能跟大家好好沟通, 但是如果我的沟通没有效果, 我也会考虑一下其他方式。 他分明没骂人, 也没打人, 所有人背后却都起了一层冷汗, 就连我起身时手心都如湿了薄薄一层, 好在我准备充分, 之前一年工作成果也颇为优秀, 越说倒是越侃侃而谈起来。 学历和事业是我的骄傲, 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从来不会在这上面糊弄自己。 小顾总没有打断我, 我从他眼里看到了一丝欣赏。 片刻后我停住, 示意我说完了。 他点了点头, 周念事吧, 不错。 以后汇报工作都按照这个标准来。 自从小顾总来了以后, 大家的工作都开始忙了起来。 他清除了很多冗余的事物和不良资产, 也谈了很多资质优良的项目。 大家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 不过工资倒也跟着一起提了上来。 同事们, 尤其是年轻女同事们, 对小顾总都很感兴趣。 有两个新来的小姑娘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居然拿出了小说里 霸道总裁爱上小白花那套。 一个在会议上公然和他争论, 一个把咖啡泼在了他三万一件的衬衫上, 还想用手去擦。 前一个第二天就被他开除了, 第二个当天就被开除了。 女同事们都老实了, 不过大家休息的时候还是汇聚在茶水间讨论他的八卦。 听说他之前没谈过女朋友, 不会还是楚男吧? 怎么可能, 你电视剧看多了, 这种条件的男人多少女人盯着呢? 怎么可能还是楚男? 让我睡他一宿吧, 我愿意花一年的年终奖, 简直极品, 那天他穿西裤的时候, 你们看没看见, 我的天真的太有料了。 我在旁边听着, 突然来了兴趣。 没了路燕, 这个顾胜好像是个更好的选择。 这个男人, 我想试试。 我开始定期出现在顾胜面前。 他每天都会提前半个小时上班, 我一周五天有三天会赶上和他一般的电梯, 这时候电梯里一般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也不多说话, 只打个招呼, 给他按下电梯就在一边静静站着。 然后雷打不动, 每天中午去接一杯咖啡。 那个点他一般也会来喝咖啡, 我会保证每次都不在茶水间和他碰上, 在他接完之前就离开, 但让他能够看到我。 偶然我会加班, 他下班的时候会路过我的工位。 总之尽量多地出现在他面前, 又绝不多和他说一句话。 终于, 在我第十七次加班, 被他看见的时候, 他脚步一顿, 朝我走了过来。 最近经常看到你在加班, 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我壮似惊讶地抬头, 由于片刻还是把手里的资料递了过去。 最近新接手了一个项目, 但是这个公司有一些资产我不敢确定风险, 所以就只能多研究一下。 顾胜自然而然坐到了我旁边的工位上, 给我看看。 他身上有股淡淡的木质香调香气, 和我身上浅浅的玫瑰香混合在一起, 混合出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微醺。 我觉得这个项目可行, 你看他公司二十三年的报表, 财务状况还不错, 而且他侃侃而谈, 我在一边用心点头, 不时提出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 在他挨个解答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是这样, 谢谢顾总, 我之前还从来没往这个方向想过。 你专业能力本来就不错, 就是工作经验少了一些,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早点下班吧。 他难得开了个玩笑, 别让人以为我是什么黑心黄八皮, 成天逼员工加班。 我点点头, 收起资料, 和他一起下楼。 出门的时候, 雨点被风裹挟着吹在我身上, 我犹豫着后退了一步。 顾盛本来要走, 见我没动, 回头问道, 怎么了? 我摆摆手, 没事顾总, 您先走吧。 我, 我想起来还有点事。 他也没多问, 点头离开了。 过了五分钟, 他的车从地下停车场开了出来, 我还站在公司门口。 顾盛降下车窗, 你是不是没开车? 我愣然, 是啊, 下雨了不太好打车, 没事的顾总, 我再等等, 应该就有了。 他开口道, 上来吧, 我送你。 一路上, 我跟顾盛说了不少话, 他有些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兴趣点很一致, 甚至连我喜欢的一部小众电影《圣山》也是他最喜欢的。 顾盛从一开始淡淡的态度逐渐变得渐谈起来, 直到到了我家门口, 他居然没踩刹车, 继续开过了。 我抿鸣嘴, 刚想提醒他, 他却已经发现了。 抱歉, 刚才没看导航。 等车停下后, 我再次表示了对他送我回家的感谢。 顾盛只是点了点头, 嘴唇微微张了一下, 似乎想说什么, 又吞了回去。 怎么了, 顾总。 我看着他, 你身上的香水是什么? 挺好闻的。 话出口, 他似乎又有点懊悔, 然而这时候再说什么只会更尴尬, 他索性低头不说话了。 我心里好笑, 潘海立根狐狸, 那顾总明天见了。 我站在窗帘后, 看着顾盛离开, 从一边的桌上拿起一个本子。 为了赶这么一个机会, 我已经好久没开车上班了, 好在今天的天气预报够准, 真的让我碰上了这么一场雨。 我翻开本子, 上面全是记录的顾盛的喜好。 他的资料很少, 我好不容易才翻到了他上学时候, 用的社交账号, 挨个字仔细记录, 这才知道了一些他的喜好。 就连那部圣山, 我也是昨晚才看的。 没办法。 像我这种仆女, 想要拿下这种极品男人, 确实要多付出一些。 我勾了勾了勾嘴角, 坐在床上刚想休息, 手机却响了。 陌生号码, 接通后却是熟悉的声音。 路燕雨气不冷不热, 你的东西很多都落在家里了, 来拿走, 不然我就都扔了。 我走的时候确实留了些东西没拿, 不过都是闲占地方用不上的东西。 我以为按照路燕的性子, 他会直接扔掉, 没想到还会打个电话通知我。 那就都扔了吧, 都不要了。 我边说边翻看着攻略顾胜的本子, 语气有些敷衍。 电话那边, 路燕很明显不高兴了, 沉默许久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一向这样, 喜怒无常, 总需要人哄着的, 不过现在我也没义务再哄他了, 拉黑了这个号码后, 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昨天已经和顾胜相处过了, 今天就不能再用同一套了。 我难得早早下班, 和朋友一起去了酒吧, 打算喝几杯。 酒过三旬, 我俩都有点上头了, 朋友眯着眼问我, 你之前那么喜欢路燕, 现在突然分手了, 你真放得下。 以前和路燕在一起的时候, 朋友们总是对我恨铁不成钢, 觉得我太过舔狗, 没出息。 但我倒觉得没什么, 我既然屠鹿燕身子, 就必须得付出点什么。 再说, 舔不舔是由我决定的, 怎么算没出息? 我放下酒杯, 他那种也就谈谈恋爱, 我又不傻, 年轻的时候玩玩也就算了。 真要跟他结婚了我不得糟心一辈子, 朋友竖起大拇指, 牛逼, 还是你境界高, 你这么想也对哈, 路燕那种极品最好的时候, 都让你给完了, 原来你才是在大气层。 他突然不说话了, 神情惊恐地看向我身后, 我他妈是不是喝多出现幻觉了。 身后传来淡淡的笑声, 带着凉意, 一瞬间就让我所有酒意清醒过来。 哦, 这就是你甩了我的理由吗? 我僵硬回头, 穿着丝质白衬衫的陆燕正鞋椅在墙边, 冷冷看着我, 朋友很没意气地溜了。 陆燕一把把我扯到无人的走廊上, 居高临下看着我, 我严重怀疑下一秒他就要把我杀了。 你怎么会来? 我先发致人, 你不是特意来找我的吧? 陆燕懒洋洋扯了扯嘴角, 周念,家里没有镜子, 总有尿吧? 我是跟着乐队来演出的, 不过要不是碰巧碰见你, 我还不知道这几年原来我是让你白完了呢? 我只是跟朋友开玩笑的, 你知道的, 你伤我太深了, 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 我扭过头去不看陆燕, 却被他掐着下巴强硬转了回来。 他咬着一侧牙, 周念, 你是不是一直把我当傻逼啊? 是啊, 我在心里莫达, 用力把我被掐得生疼的下巴 从他手里解救出来, 维持着平静道, 陆燕, 不管怎么样, 这几年我对你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你自己摸着良心说, 我对你怎么样? 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的, 反而是你一直在对不起我, 即使我真完了你, 也不算白完, 难道我的青春就不算青春吗?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 我们就好去好散。 好歹, 我顿了一下, 到底说不出相爱两个字。 好歹也好过一场, 陆燕看了我很久, 就在我以为他又要生气的时候, 他突然笑了。 灯光下, 他眉眼漂亮如熙, 只是我已经不再心动了。 再好看的人看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也看够了。 周年, 你也太把自己当盘菜了。 陆燕勾起嘴角, 当然要好去好散了, 你以为我还会纠缠你吗? 只不过你记着, 不是你甩了我, 而是我陆燕甩了你。 说着他转身离开, 好像身后有什么脏东西一样。 我看着他的背影, 无声叹了口气。 陆燕这辈子确实是没被甩过, 大概被我甩了让他很懊恼吧。 不过如果这么想能让他好受一些的话, 我也无所谓。 我还是保持着以往加班的频率, 顾胜也走得一天比一天晚。 偶尔他会在我一程, 秋末初冬的天气带着干爽的冷, 车流的灯火里行人裹着大衣, 含义让大家之间的距离好像远了一些, 不由自主想要靠近在一起。 我们会谈一谈公司的项目, 说说彼此最近都干了什么, 我会跟他吐槽一下合作公司的人, 偶尔他也会附和我。 对,我也觉得那个人真的很傻逼。 然后大家一起笑。 时间久了, 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感在一点点增长, 于是在下第一场雪那天, 我决定下一剂猛药。 我跟他请假, 在他问我理由时犹豫着回答, 家里有点事。 按理说到这份上就不应该再追问了, 可顾胜却皱起眉来。 是家里人出什么事了吗? 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我有些尴尬地笑笑, 不是, 是我妈逼我回家相亲。 顾胜愣住了, 很少在他脸上看到这种表情。 我补充到, 我也二十七了, 家里一直催得很紧, 之前我都推了, 但这次不去不行了。 过了很长时间, 顾胜低头, 行, 但是你知道最近公司比较忙, 我只能劈你。 他装模作样看了看手表, 两个小时, 我觉得对于相亲来说够了。 好了, 现在还有一个小时五十九分钟。 我没骗顾胜, 我确实是要相亲。 最近相亲都没什么进展, 我妈快急疯了。 难得这次相亲对象质量不错, 海归回国, 大厂工作, 身高一百八十, 文质彬彬的样子, 说话也很尊重女性, 没什么爹位发言。 我来了兴趣, 不免多聊了几句。 半途相亲对象去了一趟厕所, 我低头玩手机, 感觉到面前有人坐下, 刚要说话却停住了。 坐在我面前的不是别人, 却是陆燕。 他身高接近一米九, 对相亲对象来说, 正好的沙发他坐着就有些逼着了, 那双大长腿无处安放, 只能尽量往后靠在沙发上。 陆燕把玩着相亲对象 留在桌面上的大众车钥匙, 持之以敌, 跟我分手, 就是为了回来跟这种货色相亲。 我脸上笑容淡去, 不是说跟乐队演出来的吗? 你怎么还没走? 乐队形成有变化, 你以为我愿意留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正色, 希望你能尊重我的相亲对象, 他人很好, 请你赶紧离开, 不要打扰我相亲。 陆燕脸色疏地一沉, 嘴角笑意消失。 相亲对象回来后, 看着这一幕有些懵了, 请问你是? 陆燕看都没看他, 气压很低, 我是他男朋友, 识相地赶紧滚。 我赶紧解释, 不是, 他不是, 我。 然而陆燕起身一把抓住我手腕, 怎么, 非得我们当场接吻你才肯信? 等我从他手里挣脱出来, 相亲对象 已经满脸怒意地离开了。 我勃然大怒, 陆燕你有什么毛病? 我们已经分手了。 陆燕靠在沙发上, 嘴角地笑, 怎么看怎么欠打。 那是你单方面提的, 我没同意。 谈恋爱又不是结婚, 还要什么双方同意? 而且之前你明明说好了, 你还说你永远都不会吃回头草。 我反悔了, 陆燕说的就好像今天吃什么一样轻松, 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我觉得你还挺会照顾人的, 跟你在一起伺候的我挺舒服, 我又不想分了。 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 我扯了扯嘴角, 可我不舒服。 我最好的时候都被你摆摆完了, 你有什么不舒服? 他提高音量, 引得其他人都朝我们看过来, 我简直想找个的缝钻进去, 前倾身子去捂他的嘴。 闭嘴, 陆燕一把扯住我的手, 我眼睁睁看着他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 跟我分开之后, 你也没再遇见过什么好男人吧? 周念,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我就是你能遇到的条件最好的男人了。 而且我们在床上也很契合, 与其和那些货色在一起, 还不如我们, 他的话戛然而止, 因为一只手把我拽开了。 我抬头, 顾胜还穿着在公司的那套黑色西装, 眉头紧皱。 不是说来相亲吗? 怎么还动上手了? 是他在骚扰你吗? 我彻底傻了。 我原本的计划是逼顾胜吃醋, 可是刚才顾胜没来, 反倒杀出了个陆燕。 陆燕不知道抽什么疯的时候, 顾胜却又来了。 我是他男朋友, 你谁呀? 在这儿多管闲事。 陆燕不爽地站起来, 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平时对峙着。 我是周念老板。 顾胜冷静道, 据我所知, 周念没有男朋友。 他有没有男朋友, 还需要和你汇报吗? 陆燕回头看着我, 似笑非笑道, 哦, 怪不得这么干脆地跟我分手了, 这是你最近看上的新男人吧? 周念, 他知道你是个怎样卑鄙的人吗? 你是不是还准备拿出对付我那套来对付他呀? 纵使我一直情绪稳定, 这时候也被气得够呛, 刚想和他呛呛, 顾胜就开口了。 原来是被甩了的前任, 既然周念甩了你那就说明不喜欢你了, 死缠烂打也没用。 陆燕脸一黑, 他说着, 看向我, 给你的驾时间已经到了, 公司还有个会等着你, 走吧。 我顾不得许多, 皱眉盯着陆燕, 我不知道你犯什么毛病, 但是陆燕, 在一起这些年我欠你什么, 当初在一起也是你情我愿, 我从来没有逼过你。 我还是那句话, 希望我们好去好散,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陆燕还想说什么, 听完我的话, 眼底神色灰暗, 什么都没再说。 我被顾胜抓着手腕带了出去, 那真是你前男友吗? 坐在车上, 顾胜双臂压在方向盘上, 语气沉沉。 不是说要回公司开会吗? 那个人是你前男友吗? 他重复, 是, 我戳了一把脸, 苦笑了一声。 我们在一起三年, 我之前很喜欢他, 但是他一次次的劈腿, 我实在受不了了。 包括我这次回老家, 也是因为和他分手, 我受伤太深了, 本来这些天和你一起, 我去了一眼顾胜的表情, 滴落到, 本来好多了的, 结果没想到他又回来纠缠我。 顾胜看了我一眼, 他配不上你, 你不要心软, 踢腿只有一次和一百次, 他对你不忠说明他克服不了动物的本能, 没有进化好, 他是个丝毫没有自控力的人, 而且也不够爱你。 你应该找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我嘴角忍不住上扬, 又强行压下去, 带着悲伤道, 可是像你这种好男人太少了呀, 我要去哪里找这种男人呢? 顾胜耳间慢慢泛红, 咳嗽了一声, 嗯, 也就我能配得上你了。 三天后, 我在酒吧喝酒时顾胜给我发来了消息, 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那天他说出那句近乎表白的话后, 我着实愣了一下,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直接, 但我也没说什么。 我对顾胜是认真的, 经过这些天的了解, 他确实每方面都超出了我的择偶标准, 所以我们不能糊里糊涂在一起。 就像何鹿燕那样, 糊里糊涂的开头, 总是也有一个糊里糊涂的结尾。 正好, 借着情商的借口, 我休了年假, 跟朋友出来玩玩, 放松心情。 这个酒吧算是市里独一份的高档, 并不算很闹腾, 乐队唱的歌也很好听。 我一边欣赏着舞池里俊男靓女的身影, 一边和朋友喝酒, 直到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 过了一会儿, 吉他声再次响起。 I found a love for me, 我找到了属于我的爱。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亲爱的就跟着我坠入爱河。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我寻得这么一个女孩, 漂亮甜美。 Oh,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我从没想过你, 就是那个为我等候着的人,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当我们各自坠入爱河时, 都还是个孩子,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当时不懂得爱。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但这一次我不会再让爱失去, 雌性带着微雅的声音响起, 我喝酒的动作停住, 睁大眼看向台上, 穿着一身黑衬衫的路燕, 正坐在高凳上拨弄着吉他, 银色的链子在他颈尖闪闪发亮, 一瞬间哄闹的人群, 迷离的灯光都消失了, 我只能看到和他对视时他眼里的微光。 下面小姑娘都害翻了, 纷纷议论一会儿要去要微信, 一切就像我们出狱时的那一幕, 只不过这次不是我向他走去了。 陆燕一手握着吉他, 慢慢从台上走下来, 对着我笑道, 加个微信吧。 全场哄闹起来, 我一直觉得我早就止水一样, 平静的心居然真的泛起了一丝涟漪。 我神色复杂, 看向陆燕, 何必呢? 不是我妄自菲薄, 我能看出陆燕确实是喜欢我的, 但是她的喜欢有多少是基于我是我而喜欢我呢? 还是只是因为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永远不会因为她出轨, 而和她吵闹的懂事而喜欢我呢? 我觉得或许她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在她潜意识里我一直是弱势的一方, 她全权掌控着我们关系, 如今她居然被我这个舔狗给甩了而不甘心罢了。 人群慢慢散开, 陆燕朝台上打了个招呼, 音乐继续, 她坐到我旁边, 靠在卡座沙发背上, 叹了口气。 你那天说的话, 我回去想了想, 确实是那样的。 我们在一起, 这些年, 你从来都没有对不起我, 你对我付出很多, 反而是我一直在伤害你, 你要离开我我也能理解。 她神色有些凝质, 似乎有些话很不想说, 却又非说不可, 带着粗糙的不熟练。 那个, 如果我以后都会改, 我会对你好, 也不会再和其他女人出格。 你能不能, 似乎是想起了那天绝对不会吃回头草的话, 她脸一红, 看起来心一横, 能不能跟我和好? 对不起, 之前都是我不好, 我惊讶地看着陆燕, 还以为她被夺赦了, 一向高高在上拿下巴看我的陆燕, 居然也会道歉了, 还主动跟我求和好, 谁给你出的主意? 我心知, 这绝对不是她的行事风格, 肯定有人在背后给她出主意。 陆燕抿了名嘴, 我那帮兄弟和你分手以后, 他们都说我平时做得太过分了, 说想把老婆追回来就不能死要面子, 说到这里, 她的羞耻心似乎已经到了极限,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和好? 我比你那些相亲对象条件好多了, 你谈过我了再看他们也会觉得碍眼吧, 还有那天你那个老板, 一看就是个无趣的精英, 只会每天和你谈工作, 我们已经磨合了三年, 我们才是最合适的。 我答非所问, 你怎么让老板同意你整这一出的? 陆燕勾纯, 我把他的店买下来了, 现在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你喜欢这家店吗? 喜欢送你? 不了。 我喝干净杯里最后一口酒, 拿着包站起身来。 感谢你的好意, 歌很好听, 不过复合的话还是算了。 空气凝固下来, 陆燕勾起唇, 面无表情看着我。 为什么? 陆燕有一双漂亮的桃花眼, 哪怕不高兴时那双眼睛也总是神采飞扬, 迎满水色的, 鲜少见他这样冷冰冰的样子。 因为我笑了, 我从来都不吃回头草啊。 为了摆脱陆燕的纠缠, 我自愿接了一个出差的活, 去外地一周。 这个项目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 对方公司的一个高层看我的眼神, 却总是让我觉得不舒服。 小周啊, 你今年多大了? 秃头皮九度的中年男人不停问我。 我压着燕帆, 二十七, 还没对象, 是不是光顾着盲事业去了? 他一边黑黑笑着, 一边往我身边凑, 还要给我看手下, 被我敷衍过去了。 之前我也碰到过不少这种人, 就是觉得年轻小姑娘会为了合作项目忍气吞声, 借机开游, 我心里烦躁, 但是这次合作的项目不小, 我还是只能忍了。 手机响了, 是顾胜打来的电话, 在吃饭。 他听到这边闹哄哄的男人声音, 怎么这么闹? 我给你们领导发信息了, 你要是吃饱了就走吧。 我也不想再多留了, 但没想到这次这个人酒品太差, 喝了几瓶酒就开始撒起酒疯来, 非拉着我说话。 小姑娘有事业心是好的, 但是有时候光天是没用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捷径可以走吗? 我公司还有几个项目, 一会儿去我房里聊聊, 他把房卡递给我, 我被酒臭味熏得屏息, 把房卡推回去, 张总,项目的事儿我只是个参与人员, 您可以去找我们领导聊。 没想到他勃然大怒, 猛地把我扯起来, 一个部门经理, 你牛逼什么? 一个女的当经理, 还不是睡上来的, 你他妈当了婊子, 还想立牌坊? 是不是觉得我职位不够? 你他妈的臭婊子, 居然敢看不起我, 罪汉力气大的可怕, 旁边好几个男同事上来才勘勘把他拉开, 我心脏砰砰直跳, 手腕被握得生疼, 几乎是吓傻了靠在一边。 等副总给我打手势我才反应过来, 跑出了门, 低头一看, 电话还没挂。 接起来后, 顾胜没有安慰我, 只说了一句话, 等我。 出差的地方不算远, 开车也要三个多小时。 顾胜停时工作一直很忙, 分公司刚刚走上正轨离不开他, 我还以为他会打视频安慰我, 或者找个人来替我。 我回酒店想睡觉, 却怎么都睡不着。 黑夜里我没开灯, 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其实也没什么, 这种事情我也早就习惯了。 家里帮衬不了我, 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借的助学贷款, 生活费还是我起早贪黑, 去兼职赚的。 那时候男老板骚扰我, 我也只能忍着, 现在其实已经好多了, 起码我可以反抗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顾胜再也没来消息。 我翻过身苦笑, 都到了这时候还带着愚蠢的期待, 或许我身上一直带着 被我嫌弃的我妈的基因, 和她一脉相传的软弱。 大从出生起, 我就很少见我爸。 人类的缺点在她身上, 似乎都能得到体现。 她滥赌, 不着家, 不停地找女人, 偶尔回来, 也是来要钱的。 只要我妈不给她钱, 她就打我妈和我。 从我懂事起, 我就在劝我妈离婚, 身边所有人都在劝她离婚。 可她每次都抽抽耶耶说, 要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死活不肯离。 一开始我不理解, 明明我爸都这样对我们了, 他怎么还会觉得 一个完整的家庭会对我更好?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是他不愿意离, 才拿我当作借口。 我爸每次找女人被他发现, 他都会撒泼打滚苦恼, 拿着菜刀和绳子 要跟我爸同归于尽。 可是等我爸真要走, 他又耸了, 哭着跪在地上, 抱着我爸的腿, 不要他走。 这个女人在无尽的折磨里, 已经变成了一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他恨我爸, 又离不开我爸。 我就在日复一日无尽的拉扯中, 这样长大。 从小我就知道, 男人都是不靠谱的, 想要什么都要靠自己争取。 我不会和陆燕复合, 是知道他本性难改, 即使他现在说得再好听, 他也不会真的收心。 而我不会再重复我妈的悲剧。 至于顾胜, 我真的喜欢她吗?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或许我只是喜欢她条件好, 为人看起来正派, 反正比陆燕强。 我伪装自己接近她, 吸引她, 可我深知这种感情都是虚假的。 我难得陷入了迷茫。 这样, 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下一秒, 门铃响了。 我披着被子下床开门。 门口顾胜又换了一身西服, 裁剪合体笔艇, 丝毫看不出开了几个小时夜车的憔悴。 我已经和那家公司说清楚取消这次的合作, 刚才骂你的那个人被辞退了, 我保证他之后在圈子里都找不到工作了, 你不会再见到他了。 他神色依旧平静, 既没有抱住我安慰, 也没有说些什么好听的话。 但这个人只要站在这里, 好像就代表了一种可靠。 陆燕看了看表, 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 明天的活动取消, 你可以睡到自然醒。 顿了一下他又补充, 我就住你隔壁, 有什么事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说着他就要离开, 就好像他千里迢迢奔赴我身边, 只是为了说这么几句话而已。 然而我的心却奇异地安定下来。 他转身的瞬间, 我一把拉住了他, 拉住他一领点起脚, 淡淡的薄荷香气中缠绕进了一个微凉的吻。 我在顾圣错愕的神情中笑了起来, 顾圣,我们在一起吧。 和顾圣在一起的感觉和陆燕完全不同。 他是个不太会说情话的铁直男, 但是行动上又处处体现着他的关心。 工作遇到问题他第一反应永远不是安慰我, 而是给我提供解决方案, 往往和他说过的问题第二天都会消失。 他不会总说想我, 但是哪怕我在深夜坐最晚的航班回来, 也会看到他等在机场。 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的幸福。 然而越幸福, 却又越惶恐。 像是踏在悬崖上, 分明脚下就是岩石, 可一回头又变成万丈深渊。 我开始害怕顾圣发现我的真面目, 发现我呈现在他面前的每一面都是精心伪装过的。 我怕他不会喜欢真实的我。 急场雪后, 温度急剧下降, 再加上思虑太重, 工作又忙, 我终于病倒了。 跟领导请过假后, 我就一个人在家窝着。 我没跟顾圣同居, 我怕和他太过亲密, 他会发现不被期待的我的那一面。 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似乎听到门铃响了。 我还以为在做梦, 直到那门铃又响了好几声我才撑开眼皮。 等我摇摇晃晃去开了门, 才发现门外的人是顾圣。 他左手提着一个保温盒, 右手提着一袋子药, 外面似乎是下雪了, 他黑色的羊毛大衣上还残留着梅化的雪花, 长长的睫毛微微一眨, 就湿润地交缠在一起。 听说你生病了。 他走到餐桌前把饭盒放下。 不能空腹吃药, 你先喝点粥, 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就每样买了一种。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探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然后又把额头抵在我头上后微微皱眉, 坐到沙发上开始把每一样药拿出来。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 是风寒感冒还是病毒性感冒? 冻着了? 应该是风寒吧。 顾胜拿出一盒药, 展开说明书仔细看着。 我愣正地看着他。 我记得初见他时, 他也是这样, 拿着一份报表在会议上皱眉看。 那时候, 我坐在离他最远的地方, 我们中间隔了很多人。 他显得那么高高在上, 那么遥远, 那么冰冷。 可现在那个只看金额八位数以上项目的人, 正在簇眉研究着一张小小的药物说明书。 在我面前, 活生生的。 客厅橘色的灯光, 踢在顾胜身上, 他大衣搭在沙发上, 衬衫卷到小臂, 灯光揉合了他立体的五官, 显得有些别样的温柔。 我突然觉得心脏狠狠地跳了一拍, 回音在大脑里东突西撞。 我想, 完了。 我走过去, 依偎在顾胜身边。 他搂了一下我, 把毛巾毯盖在我身上。 怎么了? 难受吗? 我把头埋在他身上, 闷声闷气。 怎么办? 顾胜, 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了。 他挑眉, 难道以前不喜欢? 不是, 就是, 我说不出那种感觉。 我一直很恐惧感情, 我畏惧那种失控的感觉。 我怕我会变成我妈那样。 可是现在, 感觉似乎也不坏。 吃了药我沉沉睡过去, 一夜无梦, 等我在醒来时浑身发汗, 一直堵着的脑袋 好像突然轻松起来。 我翻身下床, 开开心心去找顾胜, 想告诉他我好像好了。 顾胜, 下一秒, 我站在书房门口, 活面无表情的顾胜对视。 他手上拿着我 记录他资料的本子, 已经翻过了一半。 顾胜走了, 没有发怒, 也没有跟我争吵。 他什么都没说, 也没再看我。 我呆呆站在走廊里, 想叫他, 却又没出声。 感冒好像还是有点难受, 不过我感觉不太到了。 我只觉得心里空空的, 冷冷的, 好像这个冬天的寒风 都灌进了我心脏里。 两天后, 我病好回去上班了。 我如常加班, 去茶水间接咖啡, 可我再也没有碰见他。 原来他有心避开, 我是真的见不到他的。 往常总是 整天想的微信 也没了动静。 他好像彻底忘了我。 我有时候会苦中作乐, 想还好他没开除我, 这个人真是够公私分明的。 有时候又忍不住咬牙, 他还不如是个 公报私仇的人, 好过这样漠视。 我也没再去找他, 都被抓了个现行, 还有什么好说的, 再解释也是苍白。 以顾胜的条件来说, 对他蓄谋已久的姑娘 大概排成了队, 只不过我借着天时地利人和 才成功了而已, 和那些人没什么差别。 我又恢复了之前的作息, 一个人上班, 一个人下班。 明明之前没觉得什么, 习惯了两个人后, 又突然恢复单身, 却让人忍不住觉得有点孤单。 倒是陆燕不知道 从哪知道了我分手的消息, 开始对我围追堵截。 又一次被他堵在家门口后, 我忍不住叹气。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已经说了, 我不会和你复合的。 陆燕靠在门边, 耳骨上的银色耳饰 在灯光下泛着金属色。 他挑眉, 反正你现在也没对象了, 担着也是担着, 再跟我试试呗。 我哪里比不上那个姓骨的, 你看我的脸, 钱, 我也不缺啊, 他能给你多少我也给你多少, 你干嘛飞在他身上啊? 我懒得多说, 不耐烦道, 我就喜欢他, 你管得着吗? 陆燕笑了, 我有时候憎恨这世界上的丑人, 那么可恶地笑在他们脸上 还是显得那么好看。 你喜欢他, 他声音里带着冰冷的稀落, 可他喜欢你吗? 他凑近我, 萌色沉沉, 他喜欢的只是你假装出来的样子, 而我不是, 我就喜欢你现在这样。 他跟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假装来的感情有意思吗? 这最后一句话戳中了我的心。 是啊, 我和顾胜之间不过是假装来的感情, 可我对他的感情不是假的, 我是真的喜欢他。 但是陆燕说得对, 那又有什么用呢? 顾胜不会再喜欢我了。 他那样的天之骄子被我这样愚弄, 对他来说大概是不可磨灭的黑历史吧。 周年,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陆燕的声音带着蛊惑, 像是深夜吟唱的海妖, 把他看中的猎物紧紧抓住, 然后拖入水里。 我张了张嘴, 就在我要说话的瞬间, 手机突然响了, 低头一看, 是一条微信, 顾胜发来的, 有空吗? 一会儿我来接你, 我们见一面吧。 不要。 我抬头对陆燕道, 什么? 他一愣, 我说我不要和你复合。 我看着他的眼睛, 认真的一字一句道, 我不喜欢你, 我不要再将就了。 几天不见, 顾胜没什么变化, 既没有失恋的憔悴, 也没有被欺骗的愤怒。 深灰色的大衣, 被逝者收起来, 他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垂眸, 双手食指交叉, 放在身前。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只能跟着沉默。 直到顾胜先开口, 你对我用的那些, 也对别人用过吗? 我以为他会先质问我, 为什么骗他, 却没想到他先问了这么一句, 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 没有, 确实没有, 哪怕对陆燕我也没有这么上心过去, 钻研他的喜好。 顾胜面色没变, 眉眼却舒展了一些。 我, 我想说我不是故意骗你, 但想了想, 又实在说不出口, 只能放低声音。 骗了你很抱歉, 我知道你再怎么生气都是应该的, 如果你以后不想再看见我, 我可以, 我握紧手指, 我可以辞职。 顾胜一顿, 我今天来不是和你说这个的。 这些天, 我回去想了想, 我确实很喜欢你, 哪怕在知道你骗了我以后, 我还是很喜欢你。 顾胜这个人总是这样, 不善于谈感情, 说起来又直白地丝毫不掩饰。 他的爱就像他这个人一样, 不屑于遮遮掩掩, 从不隐瞒自己的心情。 但是靠伪装的感情, 是走不长远的。 我喜欢的是你, 不管面对什么困难, 都不会甘愿服输, 是你一直对自己人生, 有着清晰规划, 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从来不会被外物干扰。 我喜欢这样, 跟我志同道合的你, 而不是只喜欢圣山, 喜欢去北海道滑雪, 喜欢乐化木木悉泥的你。 我总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三观契合比兴趣爱好相似更重要。 我们不仅是爱人, 更是携手一生的朋友, 战友, 我们有着同一条路要走, 而不是越走越远, 最后分道扬镳。 他抬起头来, 浅虎破色的眸子认真地看着我, 我很喜欢你,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以后不要假装。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我愣住了。 我想说很多话, 可是张开嘴, 却又变成一片空白。 我从来都没被坚定地选择过, 从小到大的经历, 让我对感情, 从来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 我习惯性用手段, 用技巧去获取感情, 我以为这是对的, 这是没问题的。 这世界上那么多凑合着在一起搭伙过日子的人, 真爱这东西只存在于小说和电影里, 就像鬼一样, 大家都说有。 可是谁也没见过, 能找个核心意的男人凑合就行了, 管他爱不爱, 哪有什么爱不爱。 我以为我是没问题的, 直到有个人撕破我的伪装, 告诉我他喜欢的是真正的我。 他说我不需要再假装, 说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他和鹿燕不一样。 我用对鹿燕那一套对他, 是对他的侮辱。 一瞬间, 激荡的心情化为巨大的空白, 我本来可以说很多话去哄顾盛开心, 可我只能愣愣点头。 好, 我答应你。 顾盛笑了。 他很少笑, 寒潭破开身冰, 露出一捧春水。 那我原谅你了。 我开始跟顾盛好好相处, 不再去钻研他的喜好, 而是逐渐和他磨合。 我不再特意去看他喜欢的电影, 晚上吃完饭, 就和顾盛窝在沙发里, 看我喜欢的恐怖片。 他表面很平静, 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 破天荒做了噩梦猛的惊醒。 然后抱着我半天没说话, 直到我快睡着的时候才小声说, 老婆, 我们以后不看恐怖片了好不好, 我不再喝红酒, 带着他到路边小馆喝白酒, 他不太会喝酒, 脸呛得通红, 不停咳嗽, 我就在一边笑话他。 他挠起来也一本正经的, 后来我发现他在家偷偷买了很多白酒, 试图练习酒量。 陆燕回去了, 没有再纠缠我了。 听说他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要回去接手家里的产业了, 和那群私生子斗得死去活来的。 三月初, 顾胜跟我求婚了, 他说想尽早和我结婚, 不想等了。 订婚的消息, 不知道怎么被陆燕知道了, 非要约我出来谈一谈。 在和顾胜说了之后, 我和陆燕约在了半山腰, 下面就是海, 浪花被裹挟着撞碎在岩石上, 海鸥在天空中盘旋。 陆燕穿着黑色卫衣, 靠在栏杆上, 他把一罐啤酒递给我, 自己仰头喝了一口, 瞄了眼我手上巴克拉的钻戒, 语气酸溜溜。 你们才在一起多长时间呢, 就订婚了。 我握着啤酒笑笑, 跟对的人在一起, 不需要等很久。 他吃笑, 随即沉默下来看着大海, 伴上开口, 周念, 那我怎么办呢? 你就这么把我完了, 完腻了又随手扔了, 现在你倒是幸福美满了, 我怎么办呢? 喜欢你的姑娘那么多, 有什么怎么办的, 你还怕找不着对象啊? 我笑嘻嘻拍了他一下, 见陆燕没笑, 缩回手轻声道, 陆燕, 其实你也不是真喜欢我, 真喜欢我的话,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不会总是背叛我了。 你只是没被人甩过, 不甘心我先提分手而已。 陆燕没说话, 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 我把啤酒还给他, 祝你以后幸福, 这次我是真心的。 然后我转身离开, 走出很远了, 陆燕突然在身后喊我, 带着颤意, 可是周念, 我是真喜欢你。 我脚步没停, 背对着朝他挥了挥手, 继续往前走。 手机响了一下, 是故胜的消息。 我酒量已经练出来了, 今晚决战楼下烧烤摊, 我忍不住笑了, 回他, 好, 谁先喝啤谁是狗。 远处天高海阔, 阳光从云层穿过, 春天真的来了。 请不吝点赞,